當我在馬來西亞問的時候 他是說這個東西 已經完全沒有賣了 這個呢 我記得當初買的日幣好像是 9900 大概是2000多塊 它是香奈兒的 可買的程度我覺得 林柯欣 台灣真是買的 對啊 兩倍 哈囉大家好 我是Kana 今天呢 我要來開箱一個 我上次在馬來西亞 買到覺得非常值得推薦大家的東西 因為上次員工旅遊啊 我去馬來西亞玩 結果發現一個 非常驚人的事情 在馬來西亞買香奈兒 竟然是全亞洲最便宜的 來先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就是我們那一天在逛百貨公司嘛 然後我們就真的在那邊現場比價之後發現 在那邊的刷具 竟然足足的比他們便宜了 1000塊台幣欸 這一集呢 就要來帶大家 解鎖香奈兒的冷門好物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馬來西亞買的 有一兩個東西 是在台灣跟日本買到的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買香奈兒的東西 或是想要找一些特別的東西來送人的話 記得一定要看下去哦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我真的是直接買爆 買完他就說 欸 你還有滿兒子 然後還可以幫你做禮盒的包裝 因為實在是太好買了 你們自己想 真的平常在台灣 如果收到一個香奈兒的唇膏 是不是就覺得非常開心對不對 我今天呢 肚子唇膏 我跟你講要介紹很多 很稀奇古怪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有七八成的人都沒看過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來開箱好不好 先跟大家說 我沒有接過香奈兒的工作 哈哈哈哈 這些東西呢 都是我自己買的好不好 我覺得我先跟大家講一個 我自己覺得 我買到一個香奈兒很特別的東西好了 這個東西呢 不是在馬來西亞買的 是在日本買到的 因為它在台灣 好像 我不知道是沒有禁還是怎麼樣 但我在馬來西亞問的時候 它是說 這個東西 已經完全沒有賣了 這個呢 我記得當初買的日幣 好像是 9900 大概是2000多塊 它是 香奈兒的 按摩棒 哈哈 2500 我要氣死 你是盤子 你們有用香奈兒的按摩棒嗎 我跟你講 它這本很厲害 甚至在日本 現在我看廣場上 已經全部賣光了 因為這個按摩棒打開呢 你看前面這邊 這一段是讓你按摩眼周 或是一些比較小的穴道 這一個邊邊呢 是可以讓你這樣子 刮在下面的 有一些按摩的美容儀嘛 它會做比較大根 然後比較重 你這樣帶出去可能也不太方便 這個小小的你自己拿 是不是很輕 是真的很輕 它已經 省去了所有重量 如果你真的是一個 非常追求精緻的女生 這個東西就可以 帶出國的時候使用 女生出國就是會很怕 臉會水腫嘛 然後你在早上起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個 按摩一下 按摩燈點 等一下我這一集是介紹特別 很酷嗎 很特別 夠特別吧 可是這種東西 只有自己用的時候 就沒有人會看過 可能在咖啡廳這樣刮你 當然會啊 如果我買這個回去 我這樣五十五顆就拿出來 而且 跟那個好姐妹 或是跟另外一半出去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 你就撿到夾一半 你開始刮 撿到夾一半 他很LOGO 一家LOGO 聽聽你說什麼 明天說什麼 可買的程度 我覺得 林柯欣 嘿 可是真的有在追求 這麼精緻 什麼東西都要用很好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因為他很輕巧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美容儀的話 很多都會太重 但這個真的很輕巧 第二個呢 是我在馬來西亞買到的 我覺得 他 真的很特別 而且重點是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粉絲跟我講 它是香奈爾布爾出的 透明指甲油 就算你是素甲 你還是希望你的指甲 看起來是有光澤的 所以就有些人就會擦這種 透明的指甲油 因為像是你有點 品牌 崇拜的話 其實這樣擺一罐在家裡 也是一個 你是要去咖啡廳 丁丁你說什麼 哈哈 這一罐的話呢 當初買是 115馬幣 大概805 可以 沒有比想像中貴 對不對 而且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 算是千元以內 真的 可以用得到的東西 好 接下來下一個 這個是香奈爾的護手霜 那這一款呢 也是香奈爾 最經典的護手霜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款 但這個是 以價格來說 因為另外一款 是更滋潤型 可是價格就更高 但這一款我覺得 它算是送禮 也非常有面子的 這一個當初買的價格是 225馬幣 所以大概是 1500多左右 如果說像是交換禮物 你們有在玩 1500或2000以內的話 我覺得送這個護手霜 算是一個蠻實用 而且呢 我們如果在外面工作的話 對啊 那個拿出來比較合理 你說我們明天要配什麼 因為護手霜 又比前面的東西更常用 而且這個如果放包包裡面 你看這種扮的形狀 其實還蠻美的 稀有程度來講 我覺得 算是大家聽過的東西 所以不算太稀有 但是我這在馬來西亞 我覺得買到算非常幸運 因為在台灣專櫃 其實常常都缺貨 香味香 香味啦 我們給你用看看 說符合味道 對不對 這個目前是最合理的 這個可以護手 其實我覺得下一個東西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蠻推薦的 而且我自己看到覺得蠻漂亮的東西 符合水 欸你不要 不要破我梗啊 我猜的啊 我不會故意猜其他的 你猜煙燕灰缸啊 來再給你猜一次 你猜這是什麼呢 好高級喔 在外面窗 滴滴你就什麼 這個呢 是香奈兒的香水 那為什麼這麼小呢 因為它是香奈兒的 隨身香水 來 跟大家說怎麼開 你們這些 自己的香巴老 沒有用過香奈兒的香水 沒關係 規格只要你這樣轉開 你甚至不用拔開蓋子 有些噴頭會沾得到處都是 或太濕 那這種就還蠻方便 而且呢 這樣小小的一個 跟唇膏一樣 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對不對 這個香水 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你們也想說 這個東西要怎麼替換呢 它的替換方式呢 是你買這一盒 除了它的瓶子之外呢 裡面呢 是有這個 它的小箱 這個小箱到時候呢 就是把它卡進去 所以等於說 你是買這一個殼 還有三個7ml的 等於是總共有21ml 台灣的官網價是 它有分 淡香精 然後還有香精 所以其實每個的價格 是不太一樣 那這個呢 我那時候在馬來西亞買的話呢 340馬幣 台灣跟賣 對啊 兩倍 你拿賣罐在那邊可以買兩倍 對啊 我為什麼會選這個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殼啦 只是我覺得 Coco系列是白色的 而且是最漂亮 如果你買Number 5的話 我覺得那個味道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 Coco的味道 這個我覺得 如果送朋友當生日禮物 算是非常的不錯 雖然說 單價稍高了一點 這個那麼小 你放在小錢包 小費包裡面都OK 這可以2400 對不對 厲害對不對 你前面就拿這個出來就好啦 拿按摩吧 好康的當然要留到最後啊 我覺得接下來 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實用 然後可能大家是比較 少去接觸到的東西 就是這個 它是香奈兒的粉底液 而且呢 這一罐不是最經典的款式 這一罐呢 是他們一個 算是 比較持久型的粉底 大家好像比較常知道 都是山茶花系列 如果大家有在研究彩妝的話 因為香奈兒其實比較著名 就是 它的妝感會走比較清透 那我介紹這一款呢 我覺得是CP值最高的粉底 那這個呢 它英文叫 Ultra Le Tate Ultra Le Tain 反正就是一些法文啊 那這一罐在台灣 叫做 雪芳清霧持久粉底液 那其實我之前也爬文過很多次 因為我覺得這一款呢 其實是蠻適合 如果你是混合機 或是你有一些瑕疵的人 你想要入手香奈兒的粉底液 可是你又怕妝感太淡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入手看看這一款 那這一個在台灣賣的價格呢 是 2450塊 其實以專櫃的粉底液來講 差不多算是有點中向的感覺 但是你們要想哦 他們最高級的奢華 復活粉底液精粹 一罐要 1370塊 所以這一罐2000多塊 我覺得算是非常的便宜哦 我當初在馬來西亞 買到的價格是 260馬幣 1820塊 那邊就比台灣便宜了500塊 那不覺得很值得入手嗎 對不對 那我覺得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妝感好了 流動性的話 我覺得算是還蠻OK的這樣子 雖然它是有點持妝型的粉底 但其實它的流動性算是蠻好的 我跟你講你推開來 你會覺得 它的妝感很自然 我這邊是剛推開來比較白一點 可是其實我跟你講認真推開來 其實還好 而且它的味道你自己聞 但是你們真的要我 我拜託你們你們聞看看 它不是一般粉底會有的味道 嗯 真的耶 你們聞 一般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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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一個香氛的香氣 但是我真的必須說 如果你真的是荷包夠厚的話 你再使用香奈兒的粉底 因為畢竟香奈兒的粉底 一罐也是不平的 那這個的話呢 是30ml的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OK啦 如果你用量算蠻省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用一段時間 其實相較之下 它還有更高貴的系列啦 但我覺得這一罐呢 是我自己網路上 還要聞過 再加上我自己半點都上過之後 我覺得它的妝感看起來很好 再加上它有一點 算是持妝型的感覺啦 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說 蠻推薦大家可以入手看看這一罐的喔 接下來呢 下一個東西 是我在台灣買到的 因為這個東西呢 我之前也是介紹過之後 很多人跑去買的 我今天再一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罐 這是我聖誕交換禮物送的東西 那這個噴霧呢 是什麼噴霧呢 是體香的噴霧 那這個體香噴霧呢 一罐我記得是1200左右 你要想 如果你去認真買一罐他們的香水 可能要3000塊以上喔 那它這個噴霧 其實就是比較半點香精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呢 沒有這麼在乎說 你要很持香一天的話 其實這一罐絕對是OK的 那時候放在交換禮物之後 很多人都跟卡特說 卡特我聖誕節也會買這個東西 那這一個呢 是男生的系列 所以我很推薦給女生 如果你想要送男友的話 男友不是不太喜歡那種 擦來擦去的感覺對不對 這種噴霧你打開直接這樣噴 一下 味道就會有了 而且我覺得以質感上來講 它也算是做得很精緻 然後這一罐的話是100ml 它這個系列呢 其實在Coco 或是No.5都有出 只是呢 我這次剛好把Blue這個系列拿出來 是因為我自己個人就是用Blue的香味 而且為什麼會介紹這個Blue呢 是因為我記得 雲雲勒好像有一次 在它的包包有分享過之後 它是用Chanel的Blue 我也想跟樂哥用同款的香味 我自己噴了之後 我就持續都有在噴香奈爾的香水 因為我覺得香奈爾的香水 真的很耐聞 而且呢 是傳說中的 沙南香 我覺得這一罐 蠻值得大家入手的啦 如果簡單一個小小的禮物 可以代表一個心意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推薦給大家的 接下來我來到我們最後的尾聲了 就是我們的 唇膏 那這個唇膏呢 是我那時候看到發現之後 大家瘋狂問我的 我這次直接把現場有的都買下來了 然後最後一支可以當抽獎用的 一支我試色給大家看 那這個呢 是我那時候在香奈爾買的 香奈爾唇膏是 112色號 台灣賣的話是1450塊 但是呢 在台灣 112已經斷貨了 而且呢 我跟大家說 我很喜歡香奈爾是配銀色的 其實我覺得銀色很中性 因為其實剛剛那個金色的感覺 比較偏女性一點的感覺 那時候我在馬來西亞買的價格呢 是152馬幣 所以比台灣便宜了 400塊欸 這麼小隻的唇膏就差400欸 反正我覺得 一千出頭 其實以專櫃的唇膏來講 是算非常的合情合理 因為你知道這一支 在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就是你知道 丁丁 又來 好煩 你說明天要拍什麼 來 我覺得試色給大家看一下 這顏色很好看 是不是蘋果肉桂色 也可以號稱它 我覺得有帶一點蜜桃軟 硬硬 可以理解它缺貨的原因吧 就是 不挑膚色 不挑人 它上去有一點點 原生唇色的感覺 算是有一點妝感啦 超捨的 真的是因為它超的方式 你看 哪還要這樣買 在咖啡廳看到我會生氣 如果你在台灣買的話 可能就是可能要跟櫃姐說你要預留 或是你可能只能去免稅一點 碰碰的運氣 那如果國外剛好比較沒有紅這個色系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國外找找看這樣 算男生如果你要很薄的薄擦 也還是有一點稍微潤色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歡迎大家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卡特今天介紹 我在香內爾買到的一些 我覺得蠻特別隱藏的好物 那你們自己覺得 硬要選兩個東西買的話 你們會選什麼 香水跟桶 剛剛看都喜歡棒妝 哈哈哈哈 每一個都棒妝 為什麼會選香水跟口紅 因為這兩個都實用啊 那發發咧 護手霜跟香水 喔你喜歡香分類是不是 對 那丁丁是喜歡這個 這個那個不 哈哈哈哈 你喜歡 我剛剛完全沒在看那個 我是護手霜 支架油 因為我自己不擦有顏色 所以我覺得透明的很適合我 如果是我自己個人呢 其實我會選粉底 因為我自己個人是真的很喜歡買粉底 所以我覺得香濃的粉底算是一個 我一直都沒有接觸到的領域 那再來呢 其實我還是 憑良心真的很喜歡這個按摩器 我就是很喜歡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再加上這個東西 很難買 而且我就可以這樣拿出來 一邊跟丁丁講話 一邊按摩我的水腫 其實我覺得今天介紹下來 各有各的特色啦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卡特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想要當一位 精緻BOY 精緻GIRL的話 我覺得 就是必須要用香料的東西 好啦 那大家一定想說 天啊 卡特 你多買那隻唇膏 那給我嗎 呵呵 那這一隻呢 我就會抽出全新的 112的這個唇膏 在下面留言處喔 那要怎麼參加抽獎呢 只要訂閱卡特 然後呢 在下面留言 覺得你這次看完之後 覺得最想要哪個東西 你們推薦給一個 你們身邊 比較不精緻的朋友 推薦給他這個影片 你們自己自由新鎮 我不會去查 那詳情呢 就打在資訊欄裡面喔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香奈兒開箱囉 如果你們大家喜歡這些產品的話 我歡迎大家也去買好不好 如果買完也歡迎tag我 跟我分享 畢竟我是小香教 那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那我們就下集見囉 掰掰